大家好,我是巴梅 这期终于又回到了路边蛋小吃系列 其实我自己最喜欢这个系列 上一次我们做了鸡蛋灌饼 这一次要来做他的弟弟 你们猜是什么 对了,鸡蛋汉堡 我前两天睡前刷视频 就看到一个路边做鸡蛋汉堡的小摊 鸡蛋在油里一煎 然后夹着肉 两边烤得焦焦的 撒上料刷上酱 哇,真的馋死我了 我突然想到 那天的我不会就是现在看视频的你吧 不知道大家上次吃鸡蛋汉堡是什么时候 反正我是很久没有见到过 卖鸡蛋汉堡的小摊了 别说鸡蛋汉堡的 现在外面连路边小摊都很少看到 所以呢,我买了个锅 我们自己做吧 那如果大家喜欢这个系列 就给这个视频点个赞吧 你还有其他想看的路边蛋小吃 也欢迎弹幕评论告诉我 那我们现在开始 首先要来调一个面糊 两个新鲜的母鸡蛋打散 加点盐 这个面糊是裹在煎蛋和肉饼的外面 然后加水 这里如果有条件呢 可以加鸡汤 这个面糊有点像我之前做 章鱼小丸子的配方 哦对,这个鸡汤 你要等它晾凉之后再往里夹 把鸡蛋和鸡汤搅匀以后 加面粉 分次夹 一边夹一边搅 像这样 面糊滴下来的时候 可以挂成一条线就好了 再来准备一个肉饼子 加点盐 糖 胡椒 反正一堆料 这些调料我会打在屏幕上 加入收藏夹就等于学会了 一点葱姜水 香油 最后来点葱花 我上次做生煎包的肉馅也是这个配方 真的超好吃 如果你不喜欢葱的话 可以加点胡萝卜啊 或者玉米粒什么的 这样肉馅也搞定了 还有小吃摊 出摊必不可少的酱料和撒料 所有这些料都加进小锅子里 这个配方你们尽管拿去用 我已经用过无数次了 之前做什么烤冷面 鸡蛋灌饼都是这个方子 就是你开小吃摊 不管卖什么都能用的万能酱料 刷拖鞋都能引来顾客的那种 用小火炒出香味以后 加点点水 咕读个两分钟就好了 哇 闻到了吧 香不香 怎么会有人说闻不到 那肯定是你的手机不行 最后就是撒料 家里有什么粉就放什么粉 混合在一起 混合好以后装灌 全部搞定 可以出摊了 这个锅子里面要多刷一点油润一润 要不然可能很容易粘锅 等油热了以后先打上鸡蛋 面煎熟了就要把它翻过来 如果你操作不熟练的话 最好把火开小一点 感觉已经开始流口水 加上肉馅压一压 我就模仿路边摊师傅的那个手法 先把它拿起来 放到一边 加面糊 再放回去 每一个都这样 其实这个做起来真的很像章鱼小丸子 是不是 这一面的面糊凝固之后 再把它拿起来 加另一面的面糊 盖回去 还是要压一压 让这个四周都能裹到面糊 刷点油 来回翻一翻 慢慢烤 感觉香味已经出来了 要把两面都烤到有点焦黄 差不多就可以出锅了 圆圆的一个一个还挺像样的 刷上酱撒上料 再来点芝麻 就用这个鸡蛋汉堡换你两个圆圆的小硬币 你愿意吗 烤这个汉堡还是花了一些时间 真的就是制作时间越长越煎熬 因为在烤的时候就已经很香了 再刷一点这个酱 趁热来尝一下 周围是面皮 夹着肉饼和鸡蛋 这面皮里面也是鸡汤和鸡蛋 这肉馅很好吃 这鸡蛋汉堡上下两层烤的这种焦焦的就很好吃 感觉就像咸味的车轮饼 哇你看这个肉馅 你就想象一下可能四五点钟你刚放学的时候 路过这个做鸡蛋汉堡的小摊 你怎么可能忍住不掏钱去买一个 哇这酱 调的还是有点辣 但很好吃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另外一种小吃 其实长得跟它很像 叫米汉堡 那个我也很喜欢吃 我觉得这次做的这个鸡蛋汉堡超级成功 简直跟外面卖的一样 还有这个路边单专用的酱料 从来都没有让我失望过 不知道你们有多久没有吃过这个鸡蛋汉堡 我上一次吃鸡蛋汉堡可能还是好多年以前 印象当中是五块钱还是六块钱 不知道你们那边这个鸡蛋汉堡卖多少钱 好了这个鸡蛋汉堡你们肯定已经学会了 我觉得它就很适合你在家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 做来试试看 有肉有蛋营养好又管饱 希望大家看得开心 最后也不要忘了帮我点赞三连 那我们下期见 拜拜